1. 平时要主动给朋友打电话 别等到需要朋友帮助时才想到要和他们联系 要知道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有一段真正的友谊是多么不容易 2. 平时要多跟朋友联系 2. 现在朋友之间经常发各种幽默短信 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快乐 但是如果同样的幽默短信你收到了三四次 相信你也笑不出来了 3. 发短信很麻烦 3. 天天在一起的朋友不一定是你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是那些当你遇到困难时会努力帮助你的人 4. 对朋友要热情 4. 幽默能帮助人们打开友谊的大门 5. 因为与幽默的人聊天总是很快乐 5. 幽默的人容易交朋友 5. 毕业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5.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始新的生活 5. 毕业也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 5. 因为许多平时常在一起的朋友 5. 以后见面的机会会变少 5. 毕业让人又高兴又难过 6. 咱们就去楼下走走吧 5. 别去逛街了 6. 好 我同意 6. 男的同意做什么 7. 别送了 你回去吧 6. 下了飞机给我发个短信 7. 它们最可能在哪 8. 喂 你在哪呢 8. 喂 你在哪呢 怎么这么吵 8. 喂 你在哪呢 怎么这么吵 8. 我现在在火车站 8. 你说话 我听不太清楚 8. 过会儿 我再跟你联系吧 8. 女的现在在哪儿 9. 你篮球打得真好 9. 你平时经常练习吗 9. 是的 我每个周末都会和朋友们来打球 9. 每次打两个小时 9. 关于男的 可以知道什么 9. 每周末都篮球 9. 每周末都篮球 10. 喂 9. 你中午几点到 我请个假去机场接你 9. 不用专门来接我 我行李很少 9. 你放心吧 家里见 9. 男的是什么意思 11. 那镜子太重了 还是我来搬吧 9. 麻烦你了 还得请你帮忙 9. 女的是什么意思 9. 非常感谢 12. 我刚才重新看了一下 9. 这个地方是错的 你再检查一下 9. 哦 对不起 那我再检查检查 9. 关于女的 可以知道什么 9. 她写出了 10. 十三 10. 你女儿毕业了吧 10. 是啊 毕业差不多两年了 9. 现在在哪上班呢 9. 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医院 当医生 9. 男的的女儿是做什么的 9. 医生 14. 今天我们要走路去图书馆了 9. 怎么了 你的自行车呢 坏了 9. 不是 昨天被一个朋友借走了 9. 没关系 那我们就走过去吧 就当锻炼身体了 9. 他们怎么去图书馆 9. 15. 来这儿一个多星期了 还适应吗 9. 还行 就是天气特别冷 每天多穿些衣服就好了 9. 那就好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告诉我 9. 好的 麻烦您了 9. 男的觉得这儿怎么样 9. 天气很冷 9. 十六 9. 你好 请问小王在家吗 9. 他不在家 游泳去了 9. 他什么时候回来 9. 一会儿就回来了 9. 好的 那我过一会儿再联系他吧 9. 麻烦您了 再见 9. 小王做什么去了 9. 十七 9. 后天同学聚会 你能来吗 9. 当然了 你联系的怎么样了 能来多少人 9. 差不多一半吧 李进还专门从国外回来了呢 9. 是吗 9. 毕业已经十年了 真想大家呀 9. 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9. 十八 10. 今天是小王请客 9. 他有什么高兴事啊 9. 他搬新家了 9. 晚上请老同学们去家里吃饭 9. 正好看看他的新房子 9. 是吗 他在哪儿买的房子 9. 他那儿的名字好像是城市花园 9. 环境很好 很安静 9. 小王为什么请客 9. 买新房子了 9. 小张和女朋友一起去爬山 9. 他们爬了四个小时